第三十五章 一剑 可是这剑身竟然长达三丈 如同从地狱之中出了一半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在夜幕之中狠狠的射向马车 剑尖所指 正是马车车厢的中央 只要有人在车里 那么只要这一剑命中 那就绝无幸免 狗成奴 高老头嘶声怒吓 下一刻手上已经出现了淡淡的火焰 一拳狠狠的砸出 控火力 砰的一声 那巨大的黑龙一般的黑影尖端爆裂 火星四剑 但是这一剑却去世依旧 一停不停继续前冲 高老头在这一拳之后 怒吼连声连续的击出了十八拳 每一拳都带着这种奇异的控火之力 每一拳都狠狠的击在那工程奴尖端的位置 他就像一个打铁锤 不断的击打这只巨剑的尖端 或者说 这只剑就是一个击锤 不断的击打在高老头的拳头上 进气排空 火花四射 这夜晚的虚空 便如数百数千烟花 同时绽放一般的灿烂 粉碎的木屑 飞镖一般的四处飘散 高老头打上一拳就大喝一声 十八拳 十八升大喝之后 那长达三丈的工程奴已经仅剩下一丈长短 高老头背脊一震 他连续的退了几步 此刻他的背脊已经重重的撞在马车上 而面前的工程奴却也终于试尽 贴着他的胸口落在地上 空气中充满了一股火焰焚烧过后的辛辣呛人的气味 高老头胸口急速的起伏喘息 眼睛狠狠的盯着密铃 下一刻 他头一偏 一口腥红的鲜血 吐的一声吐了出来 随着这口鲜血吐出 他的脸上略过一抹暗红 随即消失 呼吸也骤然平静下来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在这种地方还安装了工程奴 猝不及防之下 以他的刀中修为在工程奴的强控撞击下 居然也受了内伤 工程奴乃是军队特制 专为破开城门所用 一般是三丈鱼长 直接用一根黑铁木树干所制 尖端覆盖了巨大的尖锐铁皮 平常就在充满黑油的油池中浸泡着 只有工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 每发一次 需要有最少一百名身上具有武力的壮汉 但同时齐心合力的拉开巨弓 才能射出这决定胜负的一剑 工程奴威力巨大 无间不摧 一旦用到工程 那么一般的城池也就必破无遗 一阵寂静之后 密林方向有一阵清脆的鼓掌声响起 一个声音道 不愧是烈火刀宗 果然了得 一记工程奴城门上可破 居然被你一个人挡了下来 佩服佩服啊 随着这个声音 有八个人静静的同时从不同的位置出现 黑衣蒙面 眼神冷酷犀利 就那么一步步的走了出来 走向了高老头 高老头瞳孔一缩 他沉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其中一人冷冷的哼了一声 哼 传言烈火刀宗高卫成已经退出江湖 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堂堂刀宗竟然做了人家的保镖后院 从此过着狗一般的逍遥日子 真是让人羡慕啊 高卫成 你的刀呢 高老头身子一震 突然他背脊一挺 本来鱼驴的身躯突然间挺拔起来 眼中发出了刀锋一般的金光 他冷冷道 你既然知道我高卫成 想来不是无名之辈 拿下你的面罩 最后一句 拿下你的面罩 却如石破天惊一般的大吼一声 那人却丝毫不畏所动 长身而立 无动于衷的说道 高卫成 你现在带着度士情往回走 我们绝不追击 否则 今日便是你这位烈火刀宗的死器 高老头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啊 高某今日便要看看 你们要如何把老夫留在这里 另一个黑衣人耻笑道 废话刀宗 还了不起吗 突然他大喝一声 大家一起上 六个人缠住高卫成 其余两个立刻击杀都是情 八个人一声呼吓 突然刀键同时出鞘 同时冲了上来 高老头早就看了出来 这几个人的功夫未必很高 但是却非常平均 应该都是武师修为 距离自己还差着一大步 但这一并排冲锋 竟然突然间带出一股千军万马 同时冲锋陷阵的惨烈杀法的意味 你们是铁云军方的人 对方的气势惨烈雄壮 一般的武者纵然功力比他们高 也很难带出这种气势 高老头突然灵机一动 大声贺问 对方确实毫不答言 瞬间进身 六柄刀同时呼啸着落下 高老头大喝一声 呼啸马车 手腕一翻 一柄通体暗红色的刀突然出现 在这刀出现的一刹那 他就挥洒出漫天雨幕一半的刀光 只是这雨幕中 却有朵朵的火焰四处飘散 叮叮噔噔 兵器的交集声不觉的响起 七个人瞬间就厮杀成了一团 另外两人却根本不管这边的战局 手指长剑 风虎一般的就像马车冲了过去 若是没有撤走 高老头有把握将这八个人 在游斗之中逐一击比 但若是想要一举全部击杀 却万万做不到 更何况在工程奴一击之下 他已经受了严重内伤 更是力不从心 此刻对方六人缠住自己 另外两个 那八名护卫却是拦不住他们 他不由得心中大击 工程奴霸道的开启的时候 楚阳已经无声无息的窜进了山林 他就像一批孤独的恶狼 扑进了草原荒漠 挥到了他的地盘 在刺出那一剑之后 他立即就翻滚回来 借着一口血 喷出了身体内 因为极端负荷而产生的内膜震荡 随后他两脚一蹬 在地上蹬起了一团土 借着这土物的掩护 身体在地上 如同一条大蛇一般 快速的蜿蜒几下 已经又回到了 刚才出见的大树后面 随即一阵诡异的移动 从树下来到另外一棵大树的后面 然后他身躯一盏 已经到了树腰 随即便借着枝叶的掩护 连续的闪过了十几棵大树 深入密林 整个过程流畅的如同风过林烧 浑然天成 他的身躯掠动之间 甚至就在身边的枝叶 也没有丝毫晃动 就算是最顶级的刺客 若是此刻看到楚阳这一刻的行动 也一定会掉落一地的眼珠 这是楚阳早就选择好的道路 他选择的时候 甚至还在袭击之前好久 他的习惯就是 无论在什么地方休息 先选好退路 选好进攻路线 而自己的站位 就在这两条线中间 进可攻 退可保 这种埋伏 必然是大疲量的 只看先前的一阵剑雨 就知道被动的防御绝不是办法 敌人就算耗也能耗死他们 唯有主动出击才能化解危惧 杜世晴不能死 杜世晴这里有高老头守护 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有事 楚阳毫不担心 所以他在刺出那关键的一箭之后 立即就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杀进密林 密林深处才是这次截杀的源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第一个敌人 男是一个浑身包裹着一层树叶 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人 这两只眼睛冷酷而又冷静 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看这双眼睛 那就知道这个人定然是战场上百战余生的铁血战士 这种人 人生信条只有一条 杀死敌人 完成任务 在他面前的地上 露出了一只早就已经买好的巨大排奴 那上面十只乌黑发亮的羽箭已经安装得好好的 随时准备激发 楚阳小心的屏住呼吸慢慢前进 现在他的身子已经到了树梢 如一个无声无息的幽灵一般 在浓密的枝叶掩映之下诡异的前行 居高临下 四处查看之下 就在附近周围 这样的闪亮的剑尖竟然不知道有多少 最少也有五六十人 这分明就是一次有预谋的埋伏 敌人怎么会知道这一星人会在这里休息呢 而且居然还事先埋好了排奴 看着对方众人相互之间的位置 楚阳眉头大皱 对方的位置太精准了 对方每个人的埋伏方位 都在最少三个人的视线之中 这样相互呼应万无一失 万一被发现 也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援 这本是军队之中最精锐的士兵 才可能摆出的证实 若想袭击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必然会被其他的三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发现 因为对方藏身的部位虽然绝对隐秘 但是对他们自己人来说 却没有任何视线上的死角 要想无声无息歼灭这样一支队伍 除了内奸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中心的位置 一从矮小的灌木丛之后 一个模糊人影一动不动的扶着 看上去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两样 但楚阳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人定然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所处的位置 他的同伴最少有十个人能够同时看到他 别的人最多的只有五个人 而且他的位置是中心 相当于处于自己人的交叉保护之下 在他的旁边 枝叶眼影之间有一具巨大的成奴 攻城奴机 就在这时 密林外面的高老头和那八个人的谈话声清晰的传进 你现在带着杜氏勤广回走 我们绝不追击 这句话听在楚阳的耳朵里 突然心中一动 对这些人的来路 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这些人有攻城奴 而且纪律严明 竟然有军方背景 楚阳身子鬼魅一般的飘了飘 无声无息的接近了这个人 突然间他两脚一蹬 冲树顶闪电般的扑落 如同老鹰扑石 食指如钩 猛的抓了过去 就在距离这个人还有不到一丈的时候 突然嗖的一声 一支箭射向了楚阳 随着这一箭似乎是一个信号一般 四面八方最少有三四十只利箭闪电般的飞来 在空中发出了监狱的呼啸声 但是除了第一箭有威势之外 其他的箭明显的晚了一步 楚阳身子一仰 那支箭从鼻尖掠过 双手原始不动 照样抓落 只看对方的位置 楚阳就立即改变主意 主动出击 只要这支队伍发现了自己 在游斗之间用自己的速度打乱他们的节奏 才能破坏这种精力的配合 现在所做的不是杀敌 而是要先搅乱对方的部署 而且对方这个人有最大的概率身份很重要 只要抓住他 或者就能瓦解这次埋伏 要抓住这个人 他就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而那个人立即就发现了他 眼睛一闪 虽精不乱 大吼一声 身子就那么敏捷的跳了起来 还没有完全跳起的时候 他手上的排弩已经改变了方向 十支剑发出了整齐的嗖嗖的声响 向着楚阳射来 然后一道刀光闪现 狠狠的披向楚阳的脖脊 楚阳身子一挑 闪过利剑 那伸出的右手一晃之下 已经穿过刀光 原始不变 却化爪为掌 拍在了这名大汉的后脑 那动作快到了极点 那大汉怒瞪双眼 眼中闪过强烈的不可置信神色 整个人却木头桩子一般倒了下去 这名大汉反应虽然够快 但是楚阳居高临下 直接垂直的从高空落下 他本来是趴着的 骤然间改变姿势迎敌 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而且楚阳这一击如同雷霆爆发 突然之急 竟然是来不及抵抗 楚阳不等他完全倒下 右手一勾 已经拎住他的衣领 将他提了起来 随即刚刚落地的两只脚猛然一跺 弹簧一般的又跳了起来 十几只奴剑便刷刷的定在他身体 刚刚落下的位置 楚阳的身体刚刚跃起 两脚就猛然蹬在树上 扑了一声 荷豹的大树剧烈的摇晃 枝叶纷飞如雨之中 楚阳的身子已经如离弦之剑向外射出 那大汉的身躯接近两百斤 在他的手上抓着 竟然轻如无物 丝毫不影响他的行动的快捷 剑羽如铺 从他的身前身后乱飞而过 但楚阳根本没看那些剑士的来路 他只是晃动着身躯闪避 身上的黑衣 前胸后背的衣服 都已经被剑士划得稀烂 但是他的皮肤 却没有半点划痕 明明看到一只剑 已经将他身体钉死 但是下一刻 那只剑已经穿透一山飞出 而楚阳的去世 却丝毫不变 竟然越来越快 这些人分明是在顾忌 楚阳提着的那个人 他们射来的每一剑 都尽量的避开这个人 这无形中给了楚阳极大方便 也更让他心中阻定 这个人的身份 绝不简单 第三十五章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